大家好 首先我要衷心感謝蔡英文總統 给我服務台湾这块土地 以及台湾人民的机会 过去一年多来 我率领行政院的团队 积极认真地执行 蔡英文总统所交付的 七项重大任务 对于行政院所负责的各项政务 我跟我的行政团队 无不战战进京 不敢松懈 许多方面也已经有阶段性的成果 但是在去年11月24号 民进党遭遇空前的挫败 固然蔡英文总统 已经持续党主席负取政治责任 但是身为全国最高行政首长 难辞其咎 自应负起政治责任 感谢蔡英文总统 找到最理想的接续人选 也感谢苏贞昌院长愿意勇敢承担 我对于苏贞昌院长的认识 一如蔡英文总统 刚刚对苏院长的肯定 经验 破例 跟执行力 我相信行政院 在苏院长接任之后 各项的政务 不仅仅可以顺利推展 效力 成就 一定会更胜以往 如果 我们再把它换串成 棒球的术语来讲的话 我是中聚者 我是中聚投手 苏贞昌院长是终结者 每一个球迷都知道 不管是季后赛 或任何一场高强度的比赛 投手的经验 是无价之宝 任何事情都无法取代 破例 敢跟打者对决 执行力 球 要投外角 要投内角 要用什么球路 都控制得非常好 苏贞昌 以终结者的角色 来接任 行政院院长 我相信 在九局结束的时候 我们一定 可以得到 人民的支持 苏贞昌院长 是我的政治前辈 我爱叫他一声 神败 他每一遍的决定 都不是苦努 高人 也是过去 他都是 勇敢的承担 我再次感谢 所尊重议长 也感谢蔡英文总统 最后祝福蔡英文总统 政公康泰 苏贞昌院长 政务的推动 圆满成功 天佑台湾 天佑台湾人民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赖院长 谢谢赖院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